Hello,大家好,我是小五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获制肉馅的时候的一些 个人经验和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提升半馅能力 通常我们在做馅的时候 容易出现馅儿比较散 还有一个馅的味道控制 不是那么均匀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半馅的时候往里加水 馅儿里面水分总会溢出来 完全没办法 把所有的水分吸收到肉馅里 这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 拌肉馅的时候 什么样的馅料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第一个我们在做大包子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制馅的时候 采用三肥七瘦即可 这样馅儿料拌出来会比较香 如果说做饺子馅的话 建议大家四肥六瘦 这样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馅料它咬下去会有点痰痰的感觉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怎样打馅 首先做包子打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朝着一个方向 这样更容易把肉馅打上劲 肉馅打上劲的意思就是等 肉馅什么东西都加好之后 打到起溶 也就是上面我们拿起来 它上面会有一点 粘粘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这样肉馅它能更容易成团 我们包好的包子是肉馅的 不会说蒸烤之后就散开 所有的荤料 拌制 建议大家都采用这种方法 把肉馅打起溶即可 起溶的肉馅 它能吸收你放入的水分 保证不会溢出了 保存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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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